大家好,很高兴呢,跟大家又一次见面了 我呢,是阿里云的培训讲师安宁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介绍一下阿里云弹性负载均衡SLB产品 这个课程呢,我们会从四个部分 首先讲一下阿里云产品负载均衡SLB产品的概述 然后第二部分呢,会介绍一下产品的概念 第三部分呢,会介绍一下阿里云SLB负载均衡产品的主要操作 最后呢,会把SLB使用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产品的一个概述 那么负载均衡这个产品呢 其实它是一个流量入口的产品 然后通过这个SLB这个产品 它可以进行和后端的服务器组合来进行流量的分发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流量的入口 然后后端挂着多台服务器向外提供服务 这样子呢,就是说后台的多台服务器中 任何一台出现状况的时候呢,业务不会中断 那么主要起到的是提升系统的可用性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看看SLB它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多台服务器 云服务器进行流量分发 然后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 可以消除单点故障来提升整个应用系统的可用性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Request到了,请求到了SLB之后呢 它会根据请求的不同呢 就是依次或者根据我们配置的策略 这样分发到后端不同的服务器上去 从而整个系统的可用性有所提升 第二来我们看看呢 就是说通过设置这个IP 就是SLB它是一个统一的入口IP 那么可以将同一个region 我们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同一个地域下的多台服务器 组合成一个高可用的一个应用服务池 然后我们通过应用来指定的方式呢 将客户端发来的请求 分发到后端的不同的这个服务器上去 也就是说请求来了以后呢 我们会检查一下SLB中设置的规则 然后根据这个规则进行相应的这个请求的转发 第三呢,我们来看看 它其实还有一些健康检查的功能 它会自动隔离一些出现异常情况的ECI 然后呢,这时候出现状况以后呢 它就会有这一台 除了这一台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器来提供服务 那么它也不会就此放弃这台ECI服务器 它会不断地再去检查这台服务器是否恢复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它会再重新回来 最后我们再看看SLB还有哪一些特点 然后它还有一些防护的能力 和云盾结合以后呢 具备了防DDoS攻击的能力 那么这个SLB一旦开通以后呢 就具备了这个能力 不需要我们额外去购买任何的安全服务 然后呢,我们SLB呢 也不是能单独提供服务的一个产品 它必须与服务器ECI-S来结合使用 然后才能够实现这个业务 应用业务的这个处理 所有的请求的处理 本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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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